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人都是额蛋脸 眉眼比例恰到好处 就连微笑的弧度都那么一致 但是细细观察也能发现他们的不同之处 先从气质上看 周也的气质是明艳大气型的 很适合演如今受欢迎的大女主角色 而张静怡的气质偏朴实一些 他肉肉的鼻头和往上翘的上嘴唇 有一丝丝的倾苦感 因此有人说 周也和张静怡很适合合作演一对双胞胎的附加千金 一个在家族中无忧无虑长大 一个流落民间 多年后再相遇 除了长相相似 周也和张静怡的经历和年龄也很相似 周也出生于1998年 2017年主演电影处女作《难以置信》出道 签约在李冰冰的公司旗下 2019年 周也在电影《少年的你》中饰演霸凌者未来一角 从而被大家熟知 张静怡出生于1999年 2018年出道签约在 陈坤和周迅共同创立的公司《东升未来旗下》 目前 张静怡还没有比较火的角色 还处于蓄力阶段 她的作品有 电影《我要我们在一起》 《关于我妈的一切》 以及电视剧《点燃我温暖你》 从两人饰演的角色来看 她们走的戏路完全不同 周也饰演的角色大多数是家境良好 锦衣玉食下长大的姑娘 而张静怡则侧侧重被压抑 倔强且叛逆的角色 总体来说 她们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戏路 至于未来发展如何 还得等时间给出答案 第二对 孙怡和李庆 孙怡和李庆都是小方圆脸 五官的排列分布相差不大 但是仔细观察 两人的差别又很明显 李庆的鼻梁笔直高挺 眼睛眼裂较大 眼睛眼裂较大也较长 脸部的骨骼感更重 从而让她的气质中兼具甜美和刚毅 而孙怡的鼻头圆润 嘴唇较厚 眼睛较小 脸部的肉感更明显 她的气质偏向甜美和性感 孙怡和李庆都是演员 但两人的演艺生涯却天差地别 孙怡非课班出身 在准备参加中央戏剧学院的考试前 她遇到了第一个经纪人 从而进入演艺圈 虽然长相不错 但孙怡多年来只徘徊在小配角中 就算有重要戏份 也只是出现在 两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因为遇见你这样的偶像剧中 有意思的是 孙怡和董子健结婚 也没能让自己的演艺事业更加扎实 和董子健离婚后 她的路人员好了起来 她的团队也开始营销美貌 有了流量 便得到了更多上综艺的机会 可以预见 未来的孙怡恐怕会选择走流量路线 李庆和孙怡的方向完全不同 她是一名真正的女演员 出道前她就学习过多年的戏曲 还考入了上海戏校 学习专业的昆曲表演艺术 李庆一出道就是凭借《红楼梦》中的 薛宝钗一角打响了名号 还是新人阶段的李庆 也演过不少偶像剧 但她招住机遇 转型到证据的行列 比如《如意传》 《白鹿元》 《庆余年》等作品 都夯实了她在演艺圈的地位 论观众员 如今的孙怡要胜过李庆 但论长远发展 李庆更值得期待 第三对 董璇&佟丽娅 董璇和佟丽娅 不仅长得像 连命运都很像 两人还是好姐妹 不得不说 他们之间的缘分很深 从长相上看 董璇和佟丽娅的相似度 高达90% 圆圆的眼睛 弯弯的眉毛 高挺的鼻梁 尖尖的下巴 连笑起来的弧度都是一致的 如果非要找不同 佟丽娅是典型的新疆美人 五官立体 脸型小 整个人看起来 更有气质和特色 而董璇的脸部肉感 更明显 她的整个头部 比例要比佟丽娅 大一圈 她的气质 偏向温婉甜美 和今夜美人 还搭不上边 董璇比佟丽娅 出道早 佟丽娅 还在新疆 歌舞台的时候 董璇就有雪花女神龙 这样的人气作品 后来的她又在大宋奇案 神探迪安节中有不错的表现 只可惜 董璇和高云祥结婚后 把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家庭 错过了最好的发展时期 2018年 高云祥的性丑闻 让董璇的形象也受到影响 第二年 董璇和高云祥离婚 她重新拿起事业 但资源和人气却大跌 现在的她要么上上综艺 要么也只能在一些电视剧中 演女配角 佟丽娅则要比董璇顺遂得多 虽然她和陈思诚的婚姻 一直被诟病 但是她从来没有放弃过事业 除了刚出道那几年 她饰演配角外 后来的她都拿着最好的资源 在女一号的位置 做得稳稳的 从早期的北京爱情故事 产科医生 到后来的刀客家族的女人 平凡的世界 让佟丽娅奠定了地位 尽管她的演技被诟病 但片约不断 无论是偶像剧还是证剧 她都能拿下 同时还能进入央视舞台 2021年 佟丽娅和陈思诚离婚后 她的风评更好了 反而迎来事业的第二春 时过境迁 再看佟丽娅和董璇 两人展现出来的状态 完全不同 佟丽娅依然意气风发 董璇脸上是隐藏不住的疲惫 和中年诗意 第四对 王洛丹和白百合 早期的王洛丹和白百合 实在太像了 两人都是瘦瘦高高的 鹅蛋脸 杏仁眼 身上都散发着古灵精怪的气质 更要命的是 这两人走的还都是小妞路线 在抢夺资源的路上 两人可谓是死对头 刚开始 王洛丹比白百合更胜一筹 他凭借奋斗 我的青春谁做主 哆啦啦生殖记 几步剧 就人气大增 王洛丹大红大死的时候 白百合沉浸在 和陈雨凡的婚姻甜蜜中 年纪轻轻就生下了孩子 等安顿好家庭 白百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在娱乐圈崛起 一步失恋33天 就让他坐稳了女一号的位置 人气和荣誉接踵而至 直接让王洛丹无路可走 后来的白百合还有被偷走的那五年 整容日记 周妖记 滚蛋把肿瘤军等人气作品 成为当红小花 而王洛丹只能尝试转型 他在古装剧 悬疑剧 军旅剧中都走了一遭 奈何不适合自己的角色和造型 让他一点点把观众员败光 2017年 白百合因为感情问题 遭受全网攻击 王洛丹依然没有抢占白百合的市场 他只能卖着文艺女青年的人设 来掩盖自己的落寞 2019年 白百合再度复出 凭借着演技和资源 他的事业迅速回春 依然是女一号 如今再看王洛丹和白百合 两人的长相差别越来越大了 人生经历的沉淀 让白百合更加沉稳闲静 王洛丹也告别了傻气小妞的模样 越来越有女人味 第五对 张子怡&童谣 童谣和张子怡都是额蛋脸 配上小巧的五官 还有优越的头身笔 看起来都很有气质 乍一看 童谣跟张子怡的脸型和感觉 至少有七八分相 如果仔细观察两人的长相 不同的地方也很明显 首先 童谣的面中没有太多脂肪支撑 而童谣的下颌角偏方 把嘴边两块肌肉撑起来了 再看眉眼处 童谣的眉骨高 眼睛有点内双 童谣的眉骨和眼睛非常有灵气 然后看鼻子 童谣有点蒜头鼻的感觉 童谣的鼻头更有肉感 最后看嘴巴 童谣的嘴角往下走 童谣的嘴角是平的 因为长相的细微差别 让两个人的气质也有分别 童谣偏向干练甜美 童谣偏性感美艳 但两人都有倔强之感 相似的长相 新途却没有可比性 童谣是影视圈的大满观影后 代表作无数 还曾走出过国门 而童谣是这几年 凭借大江大河 三十而已才红起来 演技可圈可点 能不能红下去 还得看演技 这些明星 有着相似的长相 命运却完全不同 娱乐圈从来不缺乏巨男靓女 那么容貌 真的能改变命运吗 从这些明星的经历中 我们可以总结出 三个关于娱乐圈的容貌真相 一 五官较为精致的明星 更有观众员 也更有机会 坐上女主角的位置 比如拜拜河和王乐丹 刘涛和曹锡文 二 实力相似的两个明星 气场更强的 更容易有记忆点 比如王欧和李纯 周也和张静怡 三 如果两个明星 长相都很出彩 那么比拼的就是实力 比如李庆和孙怡 孙力和蒋晴庆 总的来说 容貌在娱乐圈 的确起到重要的作用 哪怕长相相似 有人天生是女主脸 有人天生只能演配学 有人自带观众员 有人却不讨喜 当然 红与不红 还和机遇 以及明星的个性有关联 不过拥有一张漂亮 且有特色的脸 本身就赢了一半 因此有人说 小红靠捧 大红靠命 也不是没有道理 在讨论里面 对 不过担披 会 又